現在來做幾個簡單的題目 動腦時間 植物受紅橙黃綠藍變紙的光照射 哪一個光照射生長最差 暗示你為什麼 暗示你答案 暗示你答案 它要吸收光 它要吸收光 它才會有光合作用 OK 然後呢 我們是葉綠樹 是綠色的 綠色的 然後我們跟你講 你為什麼會看到綠色 是因為有綠色的光 進你的眼睛嘛 這樣有聽懂嗎 所以應該是哪一個 會情況最不好咧 帥哥美女 這位帥哥叫做14號 你的答案 啊 你說什麼 紫色喔 好奇怪的選擇喔 為什麼會選紫色呢 你會看到綠色的葉子 因為它反射綠光 它反射綠光 所以它沒有吸收綠光 剛剛跟你講過 光合作用要吸收光嘛 對不對 要吸收光 它不吸收 它就會 情況就會不好嘛 好 當然啦 現實生活裡面 沒有東西是完全吸收 或完全反射啦 所以上次有說 做一個全世界最黑的黑色 因為它幾乎全部都吸收 可是它還是會一點點反射啊 只是很少很少很少而已 沒有東西是完全吸收 也沒有東西是完全反射啦 不過這個不重要 對我們國中生而言不重要 OK 來 這就是考試考的題目 這一題跟下一題就是考試考的題目 紅蘋果呢 看起來是紅顏色的 可是綠色玻璃子 看紅蘋果是啥顏色 為什麼綠色玻璃子是綠色啊 然後呢 所以看紅蘋果會怎樣啊 帥哥美女 找一位大帥哥有吧 有沒有一位大帥哥 男生 有 25 25 來 看到什麼顏色 你選B喔 B什麼顏色我也不曉得 我沒背 OK請坐 你選的是B 我再說一次 你為什麼會看到紅蘋果 因為它反射紅光 吸收其他光 你為什麼會看到是綠色的玻璃 綠色的透明紙 因為它讓綠光穿過 可是把其他光怎樣 吸收 所以紅色蘋果反射紅光 進到綠玻璃子之後怎樣 會被吸收掉啊 不穿過啊 所以呢 你會看到的是黑黑的啊 看到的就是黑黑的啊 所以答案就是選的是珠 答案選的是珠 下一題是類似體 暗示玻璃 暗示玻璃 用白光照玫瑰花 看到花瓣是紅色 請問你白光是什麼光啊 所有顏色 紅橙黃綠藍綠 通通通都有的光 叫做白光 照下來是紅色 那藍光照會變啥顏色 這跟它基本上一樣 跟它基本上是一樣嘛 所以帥哥美女 停車站接問 這樣是啥顏色呢 現在應該找一位美女嗎 No.5 霹靂5號 霹靂5號 答案欸 不知道 完蛋了 老師教育又徹底失敗一次了 一樣嘛 白色的光是所有的光 照下去 會紅色 表示什麼意思 它吸收所有的光 是反正什麼 紅光嘛 那藍光現在就怎麼樣 就被吸收啦 沒有光反射啊 沒有光反射是什麼顏色 就黑色嘛 就黑色嘛 所以答案就是黑黑的嘛 所以答案就選的是A嘛 這類似體 就是學測 我講學測 別人講機測 現在變成會考啦 考過好幾次 考過一次什麼多拉A夢 考一次什麼國旗 都是一樣的意思 反正就是光照過去 你就要記得 你為什麼會看到紅色 我發紅光 我反射紅光 我只讓紅光穿過 如果是反射跟穿過就是 只反射紅光 只穿過紅光 其他光都會被怎樣 吸收掉 所以 紅光照紅紫 紅色 白光照紅紫 還是 紅色 藍光照紅紫呢 黑色 就考這個啊 就考這樣子而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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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個觀念而已啊 不過它怎麼變化 就這個觀念而已啊 了解嗎 就是 顏色 再一次 你會看到紅色就是 因為紅色光 進你眼睛 不管它是自己發光 還是它反射 還是它透色 就是紅光進你 你看到就紅光就對了 就這樣子 其他光都不見了 請你了解這個觀念 OK